现在是我继续访问彭沙律先生 上一次讲的最精彩的地方 我们断掉了 因为节目太长了 这一节我先去 请教一下彭沙律先生 在看李治财 这个书之前 你是多少了解了一下 毛泽东丰富的性生活 或者是丰富的爱情生活 是不是你之前听过不少 一点点 一点点 那在中国的这些元老们中间 老毛是不是算最厉害的 不算最厉害的 最厉害是谁 我当时小的时候听的是刘少奇 几个老婆 我还见过他一个老婆呢 谢飞 当时我听说是 有人 有的说是六个 有的说是八个 我比较相信六个这个传说 那个时候我还挺小的 但这个事我是听说了 但是他是真实的结婚吧 这个咱们就不敢说了 因为到底那个结婚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比如 我们上集说的这个 毛主席跟这个江青的结婚 那边还没离婚 按照我们现在的概念 那没离婚 那边结婚叫怎么回事啊 对不对 但是这种事很多 包括 毛跟贺子珍的关系 也是 其实呢 当时这个 杨开惠也没死 也并没有死 可是毛呢 跟贺子珍呢 也住在一起了 但是这种住在一起 过去来讲 就准确了 是不是就算结婚 现在说的都算结婚 那个时候也没有民政局嘛 也没有民政局 也没有什么 什么 到教堂里咱们 证实一下结婚 全都没有 就拿着那个 叫什么 枕头 枕头 两边一过来就完了 就睡在一块了 所以这算什么呢 这玩意 那我没法 没法定义这事情 现在 那时候 什么certificate 没有这事啊 证书 没有这证书一说 所以这个确确实 从现在的角度 有时候很难看 没有办法来说清楚 但是这些事实 是有的 这个事实 你 我相信 比如说 这个陈毅 她的第一个夫人 是我父亲介绍的 那 有没有证书啊 是吧 有没有在当地政府注册呀 这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 以什么标准 这个 这个 也得有个前提 没有前提 就没法 没法谈一下 这个前提到底是什么 是吧 咱们得那个 有个定义 否则就是 那就是反正 反正就睡觉了 或者是就算结婚了 睡觉就是结婚 睡觉就叫结婚 那这样呢 那就比较容易了 就比较容易结 那确实也挺多的 当然我们知道 还有什么 叶吉英呢 还有这个 这个 很多知名的人 我们还是回到老毛这个地方 那有人说 老毛 想去占领这个 王光美 没有成功 所以他就干掉 刘少奇 有点他讲的有鼻子有眼 你觉得这个有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觉得他老毛对 王光美呢就是会欣赏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就像我们也觉得有些女性很欣赏她的 学问呢 长相啊 风度啊 什么这都是有可能 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 一定要上床霸占的 因为从历史上看呢 老毛没有这种的行为 没有这种的事情 有其他人有 有其他的当官的有这种事情 但是毛 但是我知道呢毛特别的 你像李维翰 对 对对对 郑小平的 对对对对 夫人金威英 不就是被李特英的霸 对对对 给占了吗 所以有人说 李特英 是李维翰的 还是老毛 还是小平的 小平对对对对 这些都有说法 但是我知道就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毛呢 比较羡慕一个人 就从性生活上来说 不知道是因为性能力呢 还是 多呢 这个 不得而知 但是呢 他曾经确确实实说过 羡慕的话 那这个人谁呢 高刚 高刚 这高刚呢 一会了 高大八字 如果要这一集可能涉及 也许最后可能 也涉及到高刚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是 比较这个 羡慕高刚 认为高刚 很有女人缘 很有女人缘 很厉害在这方面 所以这个是 有这个事实的 但是你说的那种 这就是说 有多少有证据的结婚 过去就没证据 怎么证明 没法证明这些事 就包括很多的 那个 我知道一些 那些伯伯们 是吧 有好几个老婆 那也都没证明 说实在的 实际上 到了这个1949年之后 就是原来的伐妻 对 跟现在的妻子 这种关系都非常微妙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 你看我们这个革命老同志 就是高风亮节 他的子女在农村里面有乌农 都没有进城 他根本不知道 二老婆不准他进城 启镜那个说的关键 真是这么回事 那还了得了 二老婆当然不敢了 他非急了不可 对啊 这个 但是我真知道有一个伯伯 他那二老婆还真的住 他们家的后院 和大儿子 在急后后院 我这个 就把大老婆接过来 接过来了 住在后院 可能什么原因咱们不知道 但是 确实是在后院 但是平常基本不来往 基本就是在后院 孩子在后院 大老婆在后院 那个 因为当时我妈跟我说 我还见过 但是那个 他那后来的那个老婆 就是现在的老婆 跟我妈同学 然后 他们感情好 知道吧 但是我妈就 这个 就那意思 阿姨相当不错 谁让来 叫我妈 我妈也不干 对不对 这哪行 就很了得了 对不对 还真行 对呀 你们家里不就有这种类似情况吗 我爸就有 他前妻后来 当然都 分开了 还有孩子 我一个大姐 但是大姐跟我们家感情 而且他管我妈叫妈 他不管他妈叫妈 他管我妈叫妈 所以跟我妈的感情 后来他有什么事 我妈都帮他 这个可能就是 小的时候我不太明白 后来长大以后 比如看了《红楼梦》才知道 你看那个 当时那个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村的 凌村还是什么村 他就管那个王夫人叫妈 他自己的妈呢 就是二姨娘吧 他也叫二姨娘 他不叫她妈 这可能跟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说头 咱也不太懂 这说头 我那个大姐就叫我妈叫她 所以这种历史 我们看过很多 就是这种的前妻 包括还有一些伯父有那个 外 又叫什么那个 分外情叫什么 就是 私生子 这些怎么处理 怎么解决呀 这些家里面都说过 所以我都知道 也亲眼看 有些新生经历 亲眼看过 所以我对这些人还知道一点点 虽然没什么信息 但是 因为你生活就在这里面 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 李治水好像跟江青的关系 不是那么好 那是不是 按照你的理解 或者你了解的情况 你觉得 外面关于江青的一些说法 或者包括那些 中共高官们 关于江青的说法 是不是有一点太离谱化了 或者太妖魔化了 太妖魔化了 太离谱化了 你比如说他跟 庄泽栋 是什么 有了性生活 跟这个 就浩亮 钱浩亮 就现在叫什么 那个 浩亮 现在叫钱浩梁 就唱那个 李玉和的 那个 庄泽栋打到这 打不上球了 根本就没这回事 简直就是 那 那浩亮叔叔呢 跟我们在一块聊天 因为他是我岳父的学生 跟我们很熟很熟 那我们谈这 他大家都看看 就成大乐子 包括他太太都大乐子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 那个 那个谁 庄自动 跟我们也特别特别好 还请我们去吃那个 涮羊肉 因为他在邵田宫 邵田宫 地铁 迪安门那有个 很有名叫 福满劳叫什么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一个涮羊肉 他请我们去吃羊肉 我们在 县长就说这事 他在 嘎嘎他 包括他也说到 这个炮亮的事 他们就拿这当乐子 简直是 这太不像话了 这太没边了 所以江青根本就 没这回事 这都是 纯粹 不是说所有的高干的老婆 都没有 个别有 我知道 但是这个 江青是绝对没有 这事 这个是有点 有点实在是说的 就是过了 你认为他跟老毛的感情是 很深的吗 你说江青 当然了 江青讲话了 他跟老毛 他说我就是主席里之狗 让我要谁我就要谁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来感觉主席身边没人了 所以后来就必须得都是自己亲人 毛远欣 都得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叫王海荣 还有他 他说我 毛主席让我要谁我就要谁 我就是他一只狗 但是江青后来在这个法庭上的表现还真像一个主席夫人 根本不把你们当回事 对对对对 他反正 他还是 你说他你比如江青的书法 字 蛮漂亮的 他还是有两下子 后来这些文人就包括我们家这些 亲戚朋友就是搞艺术的 把他骂得个一千不值我觉得好像这也有点过了 然后说他完全不懂精细 完全胡来胡搞 哎呦我真是不能同意 怎么能他不懂 他当然懂了 对不对 而且像现在那个他那八个样板戏都 有几个都是现在都是经典 是吧 现在都超不过他 甚至于 当然这不是他自己搞他他主持工作搞的 但是呢 那还是他 还是他负责搞出来的吧 你比如说这个 芭蕾舞 红色江子军 到现在 目前来讲搞了那么多芭蕾舞 没超过这个的 对 现在怎么伏笔文革也伏笔不了 伏笔不了 八个样板戏都没办法 都伏笔不了 你超不过这个 包括这个 洪灯记 这个京剧 你超过不了 林海雪原 洪灯记这个京剧 你也超过不了 这些音乐 那些人物造型 是他 因为他有那时代 英雄 你真恶心的英雄造型都特别恶心 但是他那个是那时代 那跟着也没关系 但是艺术上 你没法否认他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是吧 这样 还比较好 就完全的这种妖魔化的话 比如说那个 这个谁 叶群 也是 把叶群说的 我妈呀 我妈讲话 这可能 叶群跟我妈同伴同学 叶群的字写得也非常好 对 文章也写得不错 叶群 李昭阿姨 就是胡耀邦的夫人 对 跟我妈都是同学 你要说他们呢 我妈就说我这么熟 你不可能 当然你说可能 后来变了 都几十岁的人 变能变成什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妈说 这也不太可能 他就不是那种人 对吧 比如说今天如果有个人说 比如说或者是在过了多少年以后 有人跟我认识 哎 知道 告诉你 和平有五十多个情人呢 彭家里有七十个 对 你说你相信吗 这这这这这都开什么玩笑 在讲话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根本就是加胡闹 你说的可能 那就是一个 就是这么一说 但是这 因为我们太了解互相了 如果他这样有那么多情人 他不可能做的这么成功 搞媒体 他不可能这么正 不可能的 对吧 如果我查理工要真的有七八十个 一百来个的话 那我可 我就不可能 画出这些东西来 没力气了 时间也没有 力气也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怎么能出这些作品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吧 除非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 有可能 但是那时候咱还没画画 我们讲了 李治水先生已经讲了三级了 我们还没进入正题 我们高厉害的 我们要吸收李治水 就是那个 因为都是你给我带的 你往哪带画 我就往哪跟着 我心里面老是想到 我们的观众 我们观众说 别扯那么严肃的政治问题 他不喜欢听那个 但是我们也在讲一点 讲的时候 还在讲一点 他跟你整个 他是李治水先生 是从澳大利亚留学 他走向就是日裔 对不对 清朝的时候就是日裔 他后来在船上看 跟人看病 然后后来 读了书 然后后来就在香港工作 然后最后面被选拔到了 中南海 然后就成为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 保健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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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那么长时间 而且他成为了一个 高级军官 那少将级的 对呀 军级 因为中国最有名的 三零五医院吧 对 院长 对 那个 当时这个 我印象很深 我去到那个 张一凤大姐家去玩 那个 他最不满意的就是一条 就是 我们身边毛泽东身边的人 都没当官 就他一个人当官了 确实就是他官最当最大 按道理其他人也应该有 他真没当官 就他当官 然后他的意思说 应该就他一个当官了 他还这样 太不像话了 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能当官 我还真不知道 当时还真没问他这话题 我当时还真没问他这话题 因为那时候他就是 主要的跟我说他的第2部书 第1部书怎么回事 然后第2部书 张晓晓写的什么内容 因为里边签了很多人 很多人我们都认识 有的人都跟家里很熟的 甚至我们家 都是有受影响了 你跟他通电话有几个月 还是一年 很久 具体时间我现在有 反而有一年 有一年 那讲的内容非常之多 那你觉得他作为一个医生 只是了解毛泽东的生理 心理 还能了解一些真实背景 完全有 什么原因 因为他就在身边 身边有些东西的话 可能他不知道 从零到一百那么完整 但是他都是 他都是当事人 你比如说 比如这么说 这个 我们讲的话 然后他在跟原来的这些对 他就觉得 他很可能是这个意思 很可能是那个 因为只有他才能 让我们就没有办法 因为你 你没有钱 你也没有后语 你怎么去想 他的改变是什么 他的思想是什么 思路是什么 就没法 但是他行了 他都在身边 而在毛泽东西身边 大部分人 工作人员 都没这水平 也没有这个联想 你普通的一个 小护士 他怎么可能想这些事 对 他都不可能 但他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后来 被提拔成官 我觉得 他水平在那摆 你想他能当 305医院的院长 是吧 他的医疗水平得高 留学生 而且有留学的 学历得高 又是日益的后代 那你这些 比如后来的 比如我们也认识几个 护士 或者是 对外讲 比如说是 比如说是秘书也好 或者什么 那你资历没有 还有一个 你学历没有 那过去 那还是讲资历 讲学历的 对 对不对 你一点没有 怎么提拔你 不说别的 你也没有实际的经验嘛 又没有实际的经验 你这样 张日凤就是 转火车 再到毛泽东西家 你就是这个毛泽东西住的地方 就是那么一个简历 如果你当过行为书记 当过省长 或者你到高级学校学习过 是吧 你比如说像我们 我爸爸他们那批人 那么到了长征过去以后 以前都不说了 那就上宏大 宏大一起 一科毛泽东西教学 然后在诺德教学 那你是红军大学 你就大学生了 所谓的大学 但是 虽然是个陪训班 虽然是个陪训班 那就是所谓的大学生 那么你有了这个 这个学习班的这个证明 那你提拔你 那跟你同级的 比如张三 比如说刘亚劳 提拔成大将 上将 比如说 比如说谭政 提拔成大将 罗仁环 最后是元帅 那我爸爸 同班同学 你是再不给你给个上将 中将干个吧 对不对 同班同学 你不能说 连个 连个少将都不给 不可能吧 对不对 那什么杨成武啊 什么耿彪啊 那都是上将级的 是吧 那 同班同学 你再次 就这个班的 至少就说你 如果给你提拔个上将 是你有这个资历 没有问题 再往上再论论说了 是吧 可是你没有这么个学历 你怎么提拔 对不对 那你提拔不了 没有学历就有资历 没有资历就有学历 对 你总的有一项 对 比如说你没有学历 然后你呢 曾经做过 哪个 比如副司令 然后又升到司令 然后那个兵团司令 兵团副司令 兵团司令 那也行了 那你也能够往上提 可是如果你 就是你想说了 你当过科长 处长 然后你 你比如做过县委书记 什么或者是副书记 然后你到省委副书记 那你也能当官 也能给提拔 就是你有实战的 那个经历 这也可以 如果你俩都没有 怎么提拔你们 只能给你一个 待遇 就是比如说 给你一个高点的待遇 但是你实权你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就是因为李治隋 他是有实权 他是真正的 有职务的 这个当官的 而不是一个 有些人就是说 给你一个虚的 然后给你一个待遇 就是你拿这份工资 其实你一个意义上了 三年五一 因为他也是个军人 对不对 但是你记得 那个时候 有的人随时 就可以穿上军装了 那个军装是 他要经过一定的 入伍手势 还就是 你达到这个级别 我就 你就可以穿军装 不是 那他还是要有入伍手续的 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 你比如说原来 我认为一个叔叔 他后来解放以后 他就到地方 他是那个就是 那个叶剑英的亲戚 就是他的女儿 嫁了叶剑英的儿子 叶选宁 后来呢 那他就那个 后来就文革结束以后 这关系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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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了军队 国防工办 国防工办做副主任 那就 就换军装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 也是我们家的一个 非常要好的一个叔叔 江叔叔 他呢 本来是在水产部做部长 那么他也想回军队 是吧 那后来也是 因为他的儿子 就娶了呢 这个叶剑英的 这个儿媳妇的妹妹 就这种玩意 后来呢 也可能 可能叶帅也是帮 给打招 或者怎么样的 他就回到 这个海军 做政治部主任 原来他是地方 做部长的 那完全是地方人了 是吧 川军装 做了海军政治部主任 那就回军队了 但是这些呢 还都是要需要有些手续办的 好的 我们现在第三集又差不多了 精彩的内容已经太多了 那我们期待到下一集的更大的精彩的故事 因为李志尔跟你讲的一些什么命名 我们还没真正开始 对 对我相信的那个 你们要听也会吓一跳 好的 那我们就请看我们的第51集 谢谢朋友 查理先生 谢谢 你能浪费时间跟我这样 但我来讲 真是求之不得的学习 我得谢谢观众 因为观众估计听得 恨死我了 浪费时间 给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不同的看法 有意见或者是补充 请给我们留你 骂人的话就不要了 OK好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